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咪飛分享件事 我是咪飛 現在我人正在馬來西亞的冰城 那今天晚上呢 我和我的朋友們 一起來到這邊要來吃宵夜 我們今天的宵夜吃的是 肯德基 肯德基在全球其實都有非常多分店啊 但是呢 據說每一間分店的味道都不太一樣 尤其是各種不一樣的國家 都會有各種不同的口味 還有他們獨特的一些 特殊料理嘛 所以我們今天呢 來到馬來西亞來試試看 然後我發現一個很特別的是 馬來西亞的肯德基好大 這不是黃腔這不是黃腔 給你們看為什麼超大 這個是他們的停車場 是他們自己這一家本身的停車場很大 然後這邊的話是他們的類似得來素吧 可以在外面點菜開車進去的 然後聽說馬來西亞的肯德基呢 他們裡面除了雞之外呢 還會賣雞飯 然後裡面還會搭配了薯泥以及蔬菜沙拉 就是還蠻健康的 所以我們去吃吃看吧 店內整體完全我覺得很大 因為我在台灣吃肯德基時候 店其實覺得有點充極 目前呢店內是已經快要打烊 因為他們說之前這一家是24小時開放的 他們會等所有肯定都吃完之後呢 然後再慢慢熟 然後打烊 那這個店呢 他們有分室內的區域 那還有室外的 室外的話我覺得還蠻愜意的 就是戶外 可是他們還有附一個 就是怕你吃完肌之後 手會油油的 嗯 而且超貼心的就是會有一個 紅手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很好笑的笑話 紅手機 來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紅手機就是差不多是這個影子 哈哈 這邊的話有他們的雞泡餐 而且他們都會附一個 這是薯泥吧 還有沙拉跟醬 然後這是他們的小吃 而且我剛剛看到飲料的部分 我們剛剛點的是 芒果啤酒 這是蘇打水嗎 對 總之我在台灣沒有喝到 這是他們另外一個餐點的部分 然後我們今天本來想要點這個 就這個賣完了 這是一起來的呢 還有燕燕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點的東西 點了有點太多了 然後都已經來了 然後都已經來了 我點的是 芒果 桃子 汁 跟可樂 然後還有點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不過大部分的料理都是雞 因為肯德雞嘛 所以快的話應該是會搭配雞飯 他這邊有給個飯 就是他們的飯 然後這兩天下來我覺得 馬來西亞飯都很好吃 不是 進去不覺得 不這樣覺得 因為我覺得馬來西亞他們的飯啊 就是 你看感覺 滿鬆的 可是吃起來他們的口感 比較有嚼勁 因為他比較偏硬 跟台灣的米的話 比較不太一樣 然後這是他另外附的醬 我們現在吃了這個是 肯德雞醋的雞飯 因為雞飯在馬來西亞呢 算是 跟台灣有臭豆腐 是差不多類似這個感覺吧 就是他們的名產 那這個飯呢 已經有拌了一些雞汁了 所以我們來吃吃看吧 我真的覺得馬來西亞的飯 那個 口感真的是超級適合拿來做炒飯 因為 吃起來很清爽 因為台灣的米粒 有時候吃起來會比較 黏一點 好好吃喔 而且它本身那個 因為有加雞汁的關係 它裡面那個雞的味道 就是雞喔 那既然叫雞飯 它一定會搭配另外一個雞 它這塊雞有點大 不過應該就是一般可能是雞 有一點辣 比那個 麥當勞那個 麥脆雞辣味再辣一點 然後 你咬下去 外面那個皮 很脆 有咖啡的聲音 然後裡面呢 肉很軟 而且 很重要的是 我覺得這就是炸雞的精華 炸雞最美味的就是 它會流那個 雞的湯汁 現在我們要吃的是這個 這個有點類似 台灣的雞柳條 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醬叫做 奇麗斷筋醬 為什麼叫做奇麗斷筋呢 因為呢 我的師弟 就叫做奇麗 好啦 通常說 這個奇麗醬呢 他們同稱叫做奇麗 奇麗的意思就是 就是一般的奇麗醬裡面 就是在加了美乃滋 就叫做奇麗 好啦 跟奇麗斷筋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大家還是可以去訂閱它 他們的雞肉條 我覺得肉片少 然後皮 滿多的 今天覺得怎麼樣 這個好重喔 這就是雞肉味 你會滿濃的 好啦 我喜歡 滿好吃的啦 這是我們剛剛 買的那個 蔬菜沙拉 聞起來 吳沙拉 它這吃起來味道很像那個 紫高麗菜的口感跟味道 然後有 吃到後面會有點偏酷 那裡面加了美乃滋 還有紅蘿蔔 因為它裡面這個還有薄菜 然後它的 咬起來口感滿酥脆的啦 吃起來很像那個 早餐店 然後阿姨們都會抹上一層 美乃滋加小黃瓜那個味道 但是我們最後一道 點的 這個是 薯條 超 超大的薯條加起司醬 這個呢 我覺得吃起來很像薯餅 就是外面脆脆 可是裡面是軟的 我剛剛以為是 整個都是脆的 但不是 裡面都是軟的 那應該是裡面有些蒸 然後外面才會炸了一下 然後外面才會炸了一下 最後呢是我們飲料的部分 然後我喝的這個呢 是芒果加桃子 很像沒有氣的分道 我覺得 對 但還行 這是剛剛我們的收據 然後 他說這個單號是 因為到時候你那個號碼到了之後咧 他就會叫你然後再去拿 可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 187 總共 點了36.9塊 台幣的話呢 現在目前的匯率要直接乘以7 所以 差不多是200多 可是我們點了很多 在馬來西亞吃的東西都很甜 所以 盡量點 本體而言我覺得還不錯 尤其是我們一開始吃那個雞飯那個肉 咬起來真的還蠻好吃的 那其他的我就覺得 還行 可是飯真的蠻好吃 而且他們說雞飯是他們有點特產的一個 算主食嗎 還是怎麼樣 反正我覺得蠻好吃的啦 好了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按一個讚 並且分享出去給你很喜歡吃炸滴的朋友們 也別忘了訂閱我 按下小鈴鐺才可以隨時接收到新的通知喔 現在我也會在Twitch上面做實況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記得來看看我的實況 並且追隨我 可以留言給訂閱喔 那我們就實況上見啦 掰掰